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 干净世界影视平台干净World Plus 为您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 每部作品都是精心挑选 不仅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 并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 请您在放松观赏的同时 也能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 标准订阅只需每个月6.99美元 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还有黄金订阅每个月只需9.99美元 就可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 如果您使用希望之声的专属优惠码 既可以享有15%的折扣 订阅链接请参见制定留言信息 加入干净World Plus 与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 干净世界和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馨 中共当局要集中力量打造金融业国家队 话音刚落 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股市惨跌一片 中国楼市继续下沉 曾经大片的烂尾楼 现在情况如何了呢 香港市场推出了6支虚拟货币ETF 中共是想把香港打造成金融中心 还是洗钱中心呢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三个话题 中共当局要集中力量打造金融业国家队 压缩地方金融机构的空间和业务 话音刚落 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股就惨烈 现在越来越多的细节出来了 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 中国大陆媒体自己的解读 靖哥聊财经 撰文表示 这意味着金融业会掀起一场整合的大戏 从A股的金融类公司来看 通常可以分为三类 银行 保险 还有券商 报告中有提到说推动头部证券公司 做强作优 作者的解读是说 头部券商有机会合并中小券商 就是大吃小 从而达到头部证券公司 做强作优的目标 报告还指出 推进国有大型金融企业 对标世界一流金融企业 那作者认为 世界一流金融企业 大多数都是混业经营的 也就是说 银行 保险 证券公司的业务 一个金融企业可能都干了 那么报告中的这句话 是否意味着中共要打造出 几个巨头级别的 混业经营的大型金融公司呢 那这是作者自己的观点 我们的观众是否认同呢 欢迎您在留言区留言 除此之外 报告中还提到了一项 说是要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行动方案 那作者的解读是 这就是强调要管控 从A股金融板块就可以看出来 银行板块的总市值 是高达10.84万亿 保险板块的总市值 只有2.57万亿 证券板块是2.9万亿 因此被管控的主力肯定是银行 那再来看财新网的解读 中共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近日说 针对银行机构 一支独大等问题 深入研究 适时合理调整 国有金融资本 在银行 保险 证券等行业的比重 此外财政部还将进一步强化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职责定位 就是要落实金融国企党委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他的说法正好证实了我们昨天的分析 就是党要管金融 国家队将会碾压地方队 此前 房地产 钢铁行业的整合思路 是明明白白的要在金融业上演了 恐怕中国的资本市场 是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 的确 市场很快就有了回应 26号就是星期五 A股地方银行板块大跌 江苏银行跌幅达到9.12% 居首位 紧随其后的是 户农银行 南京银行 长沙银行 苏州银行 跌幅都在4%以上 地方银行现在的确是经营的非常惨淡 根本问题其实还是在房地产方面 房地产也一直在风口浪街上 相关的报道满天飞 报书25号在X平台上发帖说 为了恢复房地产市场活力 传闻说 五一之后 北上广深四大城市将逐步全部取消限购措施 放出风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去这么多轮旧市 压根没用 楼市的跌势根本没有停下来 所以当局还得继续出招救楼市 那与此同时呢 国内的舆论宣传上也是笑作文不断 中国房地产报今日报道说 上海豪宅热卖 难道房地产业开始复苏了吗 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 真实的情况其实并不是楼市的复苏 看似热销的背后是一手二手房价的倒挂 上海周边以及北方等高净值人群入场填坑 以融创外滩一号院一气为力 业主入住这里已经三四年了 是板块内排名前五的豪宅 目前在链家网上的二手房挂牌价是 每平方米23万到24万元 实际成交价呢是每平方米21万元 相较本次销售的融创外滩一号院二期 每平方米15万到17万元的售价 已经有几万元的倒挂差价了 同测研究院研究总监宋宏卫说呢 今年买豪宅的有40%到50%是上海本地人 很多都是把手里的一两套房龄较长的老房子卖掉 合力置换一套新的 另有20%到30%的买房人 分别来自杭州 宁波 无锡 南通 温州等地 那随着今年上海购房政策的踪动 包括内蒙古 西北地区的高净值人群 也在上海配置住房资产 所以大家看到了豪宅的热卖背后 是全国的韭菜进来天坑 那上海豪宅热卖是否就代表着 上海楼市整体回暖呢 从报道中可以发现 二手房卖20多万 22万 而一手房只能卖到17万 这个降幅 这个差价有多大 足有30% 那有钱人自然都去买了 而买的人呢 还有从北方来的 北方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 都比南方要差很多 所以大家来上海买 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房地产行业分析人士也表示 豪宅热卖在整体楼市中 并不具有代表性 整体楼市的行情 还是与宏观的经济基本面 以及房地产市场这个景气度 有较大的关系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 在看到鼓吹楼市回暖的小作文 还是要留意一下市场的真实情况 市场信心无法扭转的另一个方面 是烂尾楼的问题长期无法解决 由于中共当局鼓吹经济光明论 所以烂尾楼的情况 似乎失去了关注度 不过财新网近期 是发布了一篇独家报道 就是关于上海烂尾楼的情况 报道说 因此前开发商三盛红业爆雷 而成为上海保教楼项目中的 玉中环二期项目业主 周女士向财新诉苦 她说 他们在2021年的12月延期一年多 才被交付的楼盘 在入住了两年之后 至今仍未能完成彻底压 和房子的产权证办理 面临孩子无法就禁入学等一系列民生难题 周女士说 开发商一次次食言 我们等了两年多了 小区有198户 现在还有123户没有彻底压 产权证是遥遥无期 报道说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 玉桥板块的玉中环项目 是上海著名的烂尾楼 原本是由上海本地的小型开发商 三盛红业开发的 二期项目是在2019年2月到8月完成销售 项目公司是上海海东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9年年中 三盛红业因债务问题 成为此波房地产危机中 最早爆雷的开发商 随后至少拥有三盛红业 12.29亿元债权的民生信托 通过债转股成为了 海东公司储股90%的股东 此外 渤海银行也是拥有海东公司 名下土地质押权的最大抵押债权人 那在拖了数个月之后 经过多方的商讨 是引入了金科地产1.6亿的资金 才得以重启项目建设 那是在2021年的12月完成了交付 那上海的朋友可能是对这个楼盘非常熟悉 所以我也问了一位上海的朋友 这位朋友说 对于上海居民来说 买房首先考虑的就是有没有产权证 辛苦一辈子不就是要买属于自己的房子吗 而且过户孩子转学等问题都需要提供产权 没有产权证的房子 即使能住和租房又有什么大的区别呢 那购买预中环项目的业主 早在2020年就开始四处维权 一期交房时也是没有产权 情绪激动的业主们 当年甚至做了一张传播度很广的图片 用来讽刺开发商 那报道提到的是一期二期的情况 听说这个项目的三期也开始卖了 那是什么情况呢 大陆媒体的报道是说 一期无产权 二期烂尾 三期房价倒挂也未能处罚积分 财新网报道的这个小区 三期的情况是非常典型的 最具购买力的上海市场 都是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中国其他地方的楼市 恐怕不会比上海好 烂尾楼产权等问题 相信也是更加严重 那说完了上海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中美角力的一个关键战场 香港市场的情况 前几天 华尔街日报是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前 透露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就是美国正在起草 可能切断中共的一些银行 与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制裁措施 为布林肯提供外交筹码 那美国官员是希望此举能够阻止 北京对俄罗斯进攻生产的商业支持 那这个制裁一旦实实 那真是金融核弹 当然大家还在谈判的阶段 布林肯在访华期间 也是强调北京要停止对俄罗斯的军工支持 美国摆出了筹码 中共这边其实坐不住了 总不能坐以待毙 所以已经着手准备后备方案了 那后备方案是什么呢 这个星期香港市场出了一个消息 彩新网的报道说 由博士国际华夏基金 加时国际发行的首批六支 虚拟资产现货ETF 就是股票型指数型基金 已经获得了香港证监会正式认可 目标是在2024年4月30号上市 这六支虚拟货币基金 三支是关于比特币的 三支是关于以太币的 不过根据香港证监会和香港金管局 在2023年12月发出的联合通函 无论是目前的香港市场上 已有的虚拟资产期货ETF 还是未来将发行的虚拟资产现货ETF 都不可以向中国大陆等 禁止销售虚拟资产相关产品的 零售投资者发售 大家想想 中国在国内的禁止交易 为什么会在家门口 就是在香港 迅速批准了虚拟货币的交易呢 因为他心里最清楚 虚拟货币交易可以绕开监管 所以中共在国内必须禁止这种交易 但是现在 美国要封杀它的银行了 虽然目前只是放出风声 也不会全风 即使制裁也是有针对性的 但是中共是不会放弃对俄罗斯的支持的 无论是融资还是贸易以及军工 尤其是通过香港这个市场 所以中共现在就要有所准备 有所筹划 在俄乌战争开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香港本土研究社就已经发现 在香港的新的俄罗斯公司注册 是迅速增加到了35件 与前一年同期相比是 急升了接近两倍 那如果通过银行交易 一定是会被发现的 最好规避监管的方式就是虚拟货币 所以中共这边是赶紧在香港市场 把虚拟货币做起来 当然这是中共备用的一张牌 如果美国真的制裁中资银行 大家撕破脸了 那中共可能会索性也不藏着掖着了 就明着支持俄罗斯 那很多人可能会想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呢 大家记得前一段时间 在币圈发生了两件大事 都是和中国市场有关系的 2023年8月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通过该报看到的内部数据 以及币安现任和前任员工的说法 用户一个月内在中国交易了 900亿美元加密货币相关资产 而北京早在2021年 就将加密货币交易列为了非法 币安并没有在当时撤离中国市场 根据一份阐述相关城市的内部文件 币安帮助中国用户规避限制 具体方法是先引导他们访问 带有中文域名的不同网站 再转而将他们带到这家全球的交易所 那根据币安的一个名为 Mation Control的内部平台显示 2023年5月 中国客户的加密货币交易额 超过了900亿美元 四个月之后 2023年12月 纽约时报也罕见的披露 一名23岁中国公民 在币安交易所的助力下 采用USDT美元稳定币 完成了对美国比特币矿场的收购 成交金额是600万美元 由于是非美元购买 这位收购者提供了匿名型 交易通过离岸交易所进行 也防止任何人知道融资的来源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资金通过 虚拟货币流出中国的案例 那为什么中共不防着呢 换个角度想想 答案可能是整个中共在后面支撑这个事情 900亿的资金 这么大规模的资金 尤其在中共监管的这么严厉的时候 可以在短短的一个时间内 这么大笔上百亿的资金出去 这绝对不可能是某一个人 或者某几个人的行为 出去几十万 中共都会监管 那市场上普遍认为的一种看法 说是中共权贵洗钱出去 这也是观众们比较倾向的一个答案 这是一种可能性 还有一种可能性 我认为可能性更高一些的 就是这是中共的政府行为 这背后的动机很简单 中共想给俄罗斯援助 怎么给 它一动手 美国就会来制裁它 俄罗斯收钱收不到 它们两边都得想办法 易货贸易是最简单 也最直接的 但是不可能都靠易货来做 中俄一定要有一个渠道 那虚拟货币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逃避监管的工具 这让美国和欧洲都查不到 当然了 中共在家门口搞一个虚拟货币的交易 就在门口交易了 难道就不怕大陆的资金跑出去吗 就不怕一个不小心 洗钱和走资控制不了了吗 我们看看中资媒体是怎么报的呢 有报道是说 中美重磅警告 中国内地投资者 不可买卖香港比特币现货ETF 就是它在做这个事之前 已经先扎了篱笆 中共为什么先是一个国安法 又是一个23条 要把香港牢牢钻在手里呢 就是它要控制住这个资金的渠道 控制香港这个市场 所以在党国利益面前 形势索迫之下 它就用这个招来应对美国的制裁 但是它要把中港之间的这个篱笆扎好 因为美国一旦行动 那被盯上的银行真的是会比较惨 所以它赶紧想后招 想后招的同时 先把中港之间的这个资金渠道 扎上一个篱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陆的投资者 你们不可以买卖 你们不能在这里洗钱走资 只允许中共和俄罗斯在这里洗一下钱 这个叫什么呢 个人挖墓是盗墓 政府挖墓就是考古 这也相当于是跟全世界说 中共要把香港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 或者说是洗钱中心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不是投资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我们下周一再见